今天带我妈妈他们去吃一个成都风味的美食 我本来刚刚打电话的时候是想打那个什么兔子的 就是肥兔火锅 但是那个火锅又没有接我的电话 然后我就算了去另外一家 那他们家也是一家成都本地的朋友 还经常去的一家渔火锅 现在人很多 然后我们三个要懂位置 还蛮吵的 我们现在要坐外面 因为里面太吵了 哇这里还有一只猫 睡得有点死了 白眼都翻出来了 这位兄弟 哇这个好像我家的突然呀 对的可着了 你们如果要来吃的话就一定要提前订一下 因为他们家人还蛮多的 一般的话推荐点哪个了吧 一般推荐点紫浆锅 这个要清爽一点 吃鱼的话还是这种是突出它的鱼的鲜 清爽 供椒紫浆锅 然后加一个酸菜 能吃辣一般麻 厚糯的长头 那姜团要一个小麻鸭 他们这边还挺火的 泡菜好吃吗 这泡菜有点很好吃 像从事那样的 酸甜的 有 你干嘛 可不可以 可以 还可以 其实一般这种泡菜 它只需要泡一天或半天 一晚上就可以 刚刚老板说这个只泡了 可是晚上泡的 好脆 一般四川的饮料 喝的比较多的就是围仪 你们当地喝的最多的是什么饮料 推荐一个 我给你们 3C的 它的颜色是 Speaker 推荐给你们这个颜色 它挺显白的 老板他们这边服务还是蛮到位的 虽然我们坐外面 然后就是一直给我们地址 豆子 它跟重庆点像 这个豆子 重庆人喜欢吃个豆子 冰糖小麻鸭 怎么能看一样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他们这边的招牌 然后它这边有两个腿子 看一下 它的肉切面还挺好的 给你们看一眼 是冰糖味 看里面有冰糖味 他们这边有很多 有成都特色的菜 我以为它是凉菜 但它是热菜 它肉排蛮好啃的 看他们这边还有甜水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这种甜甜的甜水面酱 检验一个甜水面做的好不好 一个是看它的面筋不筋道 然后一个就是看它的酱 有没有够麻辣鲜甜 这个甜水面还蛮正宗 又找到一家宝藏店铺 冰糖小麻鸭 它的味道就会稍微偏甜一点 冰糖味道比较重 然后撒了芝麻 是作为上面的点震的那种 然后皮也是 跟甜点不可以一样 甜点 皮比较脆 它的皮肤比较软弹 就嚼着 很甜甜 有点海丝尔茶 嗯 平常烧辣鸭的感觉 平淡的 辣的辣 我们的鱼来了 我要脆辣 然后它要微辣 然后妈妈要中辣 要滑的嘛 它这个味道 都是有骨姜在里面 这个味道感觉还蛮香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辣味是鲜辣 不是那种麻辣 这个是糖油果子 它也是成都的一个特色 它是巧克力味道的 巧心糖油果子 我们点了肠口蛙 老板一直在问我们缺什么 因为我们在外面 可能怕照顾不到我们 这边的吃法是先吃鱼 先吃肉 再吃素菜 挺想吃的 吃了 好去学游泳吗 嗯 这个麻辣是 麻辣带鲜味的嘛 嗯 它不是那种 很多那个餐馆里面的麻辣 它是那种 老花椒 那种感觉就有点嫩的麻 这个是新鲜的麻 它的花椒就是新鲜的新花椒 吃到头里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你中了五百万 非果吃啥中了 好喜欢这个姜团 特别的鲜嫩 结果每次我要养猫的时候 我妈跟我说不要养猫了 不要养猫了 你不是三个猫了 还有个够 不是 冬菇或者你养 久了都有干净的嘛 因为冬菇的手里很短 腰肌的锅 它撕了就觉得 心里很难够 这里面的丝瓜还挺好吃 它煮的很软 但是会有一点麻辣 因为它副菜特别进外 我加了一份酸菜 还蛮香的 咸香 会有点咸 但是咸香 你别看这个鱼 它全是那种 但它好像还蛮有嚼确的它的肉 蛮有那种寒卵的口感 这家店我推荐 如果你们喜欢吃麻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来吃一下 它里面挖也可以 鱼也可以 所有的菜都不会采雷 都可以出来吃 三四个人一条鱼 一斤挖 有个小麻鸭 有个小麻鸭 它吃个甜心面 好了 甜心面 差不多 如果五分打分的话 它们可以打四点五分 味道好 服务态度也好 唯一不足的就是它们位置不是很多 好了 我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七里糊饭了 那我们今天先把这边关了 拜拜